哈喽 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花架上的几盆兰花 首先来看一下这一盆非常艳丽的兰花 这一盆兰花去年也开了花 开出来的花也是非常的大 但是今年这个花开的比去年的更要大一点 颜色也更鲜一点 这盆花的花拌比一般蝴蝶兰的花拌要厚一些 它带有一点毛茸茸的感觉 花的颜色也非常的鲜艳 鲜红鲜红的 配上这个白色的边就更加耀眼了 这个兰花是种在这个玻璃瓶子里面 只是中间的地方有一点点水苔 几乎是裸根的 也就是我之前说的空心种植法的 一种方法 这个兰花种植了差不多有三四年了吧 连续每年都有开花 叶子也长得比较健康 这个兰花大概是每个星期我都给它泡水 泡水的时候是放了酵素进去的 其他的肥料就没有用过 看看它的花朵非常的大 颜色非常的鲜艳 它的花期也很长 去年开出来的花大概是开了差不多六个多月 而旁边这一棵呢就是 现在开花 这一棵种了好多年了 今年才第一次开花 开出来的花也非常的漂亮 它的颜色 这个斑点也非常好看 它的花瓣就比旁边的那一棵要薄一些 它是用陶粒种在这个塑料杯里面 塑料杯是没有打洞的 也就是杯子无洞的种植方法 这个兰花算是中小型的蝴蝶兰 但是它开出来的花却是非常的大 为什么它几年都没有开花呢 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是尝试用 水培的方法 水培之后就转来用水苔种植 水苔种植之后呢又转其他的方法 所以转来转去呢 它都没有好好的生长 到最后是用了这个 桃栗来种植之后呢 它就生长得比较好 应该有三年了 今年是第三年才开花 我都忘了这一棵的花是什么样子了 还好开出来的花并没有令我失望 下面这一棵也是一样 去年没有开花 今年才长出了花枝 长了好几个花苞 叶子现在长得也不错 新长出来的这两片叶子也是很健康 这一棵兰花是种在这个玻璃瓶子里面 底下面是有桃栗 中间是没有植料的 上面是铺了一些水苔 去年春天的时候把它搬到室外去 不知道样什么虫子 把叶子咬成这个样子 咬完了之后呢 去年就没有开花 一直到现在才长出花苞 这几盆兰花都是比较正常的 下面来说一下 一棵非常奇葩的兰花 看一下这一朵花 开出来的颜色 非常让我失望 我印象中没有买过这样的兰花 如果让我看见了这种花 我也不会买 因为它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这几朵花是从一个赤花梗里面长出来的 上面还长了一个花芽 下面也长出了一个赤花芽 这个花芽大概在去年9月份 10月份开完花之后就剪掉 然后它马上就开出了一个赤花芽 到现在开出来的花 我就非常的纳闷了 然后我就 找原来的照片 看一下是不是 我记错了 花的颜色非常的实版 没有一点活力 如果我在超市里面看到 自缓 兰花 我是绝对不会买的 因为它不是我喜欢的 花的颜色 和类型 然后我 找这个照片看一下 这个就是它原来开花的照片 差别太大了 看看它去年开花时的模样 非常的秀气 同一只花梗里面长出来的花 分别居然这么大 兰花有的时候长出新的花芽 开出来的花 跟原来开花时的颜色或者是模样 有一点不一样 那也是非常正常的 很多兰花是有两棵 或者是几棵兰花 杂交而成的 开花时有的时候遗传了爸爸的基因 有的时候遗传了妈妈的基因 开出来的花就略有不同 那是新长出来的花梗 开出来的花 或者是一只花梗里面 几朵花 有不同的颜色 或者是颜色 稍微有一点偏差 从同一只花梗里面长出来的花 虽然它是赤花芽 但是也是同一只花枝 长出来的呀 长出来的花 居然是 分别这么大 我还是 头一回见 这个蝴蝶兰开出来的花 不管是从它的外形 颜色 都非常的好看 主要是看着顺眼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的兰花开出来的花都是有斑点的 连这几盆应该是有五盆都是斑点的 可能是有一段时间我是特别的喜欢这种斑点的蝴蝶兰吧 这个兰花架只是放在窗的对面 靠近墙的另外一边 阳光不是很充足 所以呢 就给它加了这个植物灯 这个灯是每天都开六个小时的 从花的颜色和它的大小来看 这个植物灯 散发出来的光线应该是足够的 如果光线不足的话 它不可能开出颜色这么鲜艳 花朵这么大的花来 朋友们你们的蝴蝶兰开花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呢 好了今天赏花就赏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